安播足球快信,2021年8月3日,车仔最新报价或打动劳卡古,据二媒、共和报,报道车路士为劳卡古送出一份最新的报价,而这份报价打动了劳卡古和国米。 据此前The Athletic的报道,车路士的两份报价都被劳卡古拒绝,但他们相信能够说服这名比利时封霸。 而据共和报,报道车路士的最新报价打动了劳卡古,他们愿意为劳卡古出价1.3亿欧元,并为劳卡古提供1500万欧元的年薪,周薪约为25万英镑。 据悉,在收到这个报价后,劳卡古现在正认真考虑是否要在今下重返史丹福桥球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